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头走入会场 后面出现的是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 高龄九十一岁的江泽民 久未露面 由旁人轻轻搀扶步入会场 身体状况看起来还算硬朗 并重传言不攻自破 但江西二人互动确实相当尴尬 人类政治文明进步 江泽民不仅没拍手 在露露等的演说过程中 直接兴起鼻涕 还不时用眼光瞄向习近平 就连习近平报告结束回到座位 伸出双手跟江泽民握手致意 但江泽民也只伸出一只手会握 而他这么不开心 其实有原因 依照大陆过去的隔代接班模式 习近平也算是江泽民拉拔上来的人 但习上任后江西人马却接连 因为贪腐问题沦为阶下囚 就连外界盛传 原本可能有望接班的重庆市委书记 孙政才 也在十九大召开之前 突然因为危机被调查 有罪入狱 外传这让一度呼声也很高 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 第一书记的胡春华 直接被吓到上书 表示放弃接班 所谓传统的隔代指定接班制度 是不是已经被习近平打破 目前讨论度最高的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人选中过去被列为是习家军人马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 不只是习近平浙江旧部 也是习的政治化妆师 从四年前当选贵州省长 两年前任省委书记 都可以看到习近平一手拉拔 现在两极跳 被外媒指示习近平培养接班人的前奏曲 不过未来五年 来日方长 习近平怎么选政治盟友 也备受外界关注 记者唐权报导